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二节 还有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二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以及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翻到圣经后请听默念 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到二节 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 有你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今天的真道题目是 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我们请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母亲 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主今天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面 来学习两位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 也借着主你的话语 向姐妹们鼓励 也让他们能够成为 真诚信心的母亲 真诚信心的姐妹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有一位陆军上校 为了培训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 他感到非常的惆怅 这位新兵呢 他每一次在阅兵训练当中 总是跟不上 每天用许多的借口请病假 不参加受训 不断地抱怨食堂的食物不好吃 早上起床 也不整理自己的床和被子 可是有一天 这位新兵突然间 180度的转变了 整个队伍的人就感到非常的惊讶 就问这个上校 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个新兵呢 这个上校就说 哎 我恐吓他没有用 我惩罚他也没有用 最后呢 我就用了最后的一招 也就是我打电话给他的母亲 这个故事也许听起来很幽默 但是他却告诉我们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是非常的深 非常的远 17世纪英国哲学家 Anthony Ashley Cooper 他就这样的说 他讲 请给我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母亲 我将在12个月以内 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 今天我们一起的来思考 圣经当中有两个真诚信心的母亲 这两个母亲 一个是罗姨 一个呢 是叫尤尼基 尤尼基有个儿子 名叫做提摩泰 提摩泰是保罗的好同工 使徒保罗告诉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计划拆派提摩泰到他们当中去服侍 在菲律比书的第二章 第二十节 还有第二十一二节 就有这样的记载 保罗就对菲律比的教会说到提摩泰 推荐提摩泰 他说没有人与我同心 真正关心你们的事 不过你们知道 提摩泰已经证明了他的为人 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福世主 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 在这里按照字面的解释 同心呢 也就是齐心的意思 保罗说没有人 好像提摩泰一样 跟他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同心啊 没有人能够跟他一样的 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的齐心 协力 提摩泰爱教会 无论在思想上也好 情感上也好 甚至是心灵上也好 他都跟保罗一样的 他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 是没有人能够取代这样的地位的 当时教会的人 又怎么样来称赞提摩泰呢 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 第一第二节里面就说到 在路斯德和仪格念的弟兄们 都称赞他 为什么在路斯德和仪格念的弟兄们 都在称赞提摩泰呢 从今天我们所看的一些的经文里面 可以给我们一些的线索 也就是在提摩泰后书的第一章 第五节 在这里呢 他就讲到说 保罗就提到说 提摩泰有无为的信心 这个无为的信心 也就是讲到提摩泰 他有真诚的信心 真诚的信心 他在上帝的面前 他曾经承认过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愿意悔改 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并且他活出基督的生命来 所以他有真诚的信心 有无为的信心 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 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然后保罗 他向提摩泰肯定 他的信心 原先是从他的外祖母 罗以和他的母亲 尤尼基那里来的 所以保罗也暗示 如果罗以和尤尼基 对主耶稣没有真诚的信心的话 那很可能提摩泰也不会信耶稣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三代人拥有真诚的信心 外婆罗以有真诚的信心 母亲尤尼基有真诚的信心 还有他的儿子提摩泰 有真诚的信心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真诚的信心是可以传递的 但当只挂在口头上面 没有真正信心 没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 是不能够成传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罗以和尤尼基 真诚信心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见 母亲真诚的信心 是有信服力的 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第一节 提摩泰后书的第一章五节 还有提摩泰后书的三章 十四到十五节 这三段的经文里面 你可以清楚地看见 罗以和尤尼基 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还有他们对主耶稣有真诚的信心 那么母亲真诚的信心呢 对孩子来说是具有幸福力的 这具有幸福力的信心呢 是建立在两个的基础上 第一个基础 也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根据提摩泰后书的三章十五节 罗以和尤尼基这两位母亲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已经接受圣经是上帝的话 他们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他们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 而且他们经常也读经 如果他们自己本身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 也不读经祷告的话 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不会用圣经来教导提摩泰的 查考圣经使他们产生有上帝 以上帝为中心的信心 圣经说 可见信心是从听道而来 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罗以和尤尼基 他们看重圣经过于其他的文学作品 过于其他的故事小说 他们以圣经为他们信仰和生活最终极的权威 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 尤其是姐妹们 对你来说 认识上帝的话语有多重要呢 请问你每天花多少的时间在微信上 你花多少的时间在看抖音 在看连续剧呢 或者是你花多少的时间做其他的活动 那么你每天花多少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呢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母亲 各位姐妹 看重上帝的话语 一定会积极地影响你的孩子 肯定也会对你的家庭带来幸福的 也会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带来祝福 如果没有罗姨 请问谁来教导 尤尼基呢 如果没有尤尼基 谁来栽培提摩泰呢 如果没有提摩泰 谁会跟保罗齐心地来帮助菲律比和以弗所的教会呢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 如果没有你 谁来栽培我们的下一代呢 如果没有我们的下一代教会的领袖可以在哪里找呢 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具有幸福力 而这个信仰 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 第二 我们看见有幸福力的母亲 他不单只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 他也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基督的福音上 罗姨和尤尼基教导提摩泰 从小就明白圣经 然后以至他可以因信基督得着救恩 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 就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教导孩子 从小以圣经教导他 目的就是要带他信耶稣 目的就是要他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所以从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 我们也可以知道 尤尼基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 所以很明显的 罗姨和尤尼基 他们认识旧约当中的真理 他们虽然不完全的明白圣经的详情 但是他们却盼望着弥撒亚的来临 他们知道说这个弥撒亚要把罪人 从罪中拯救出来 他们知道这个弥撒亚有对罪人救赎这个盼望 因此当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路斯德 也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相信了 罗姨和尤尼基 他们把救赎的福音 把得救的福音传递给提摩太 他不单只是信了福音 提摩太也把福音传开来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位母亲 他们的信心是具有幸福力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砸根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 今天你也需要有这样的信仰 今天你也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今天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信心 建立在神的话语 建立在福音上 姐妹们你也一样 真诚的信心是既有幸福力 有幸福力的信仰 是建立在圣经和福音的基础上 第二 我们看见母亲真诚的信心 是具有传递性的 母亲的信心 不单只是对孩子们有幸福力 在提摩太的身上 我们看见母亲真诚的信心 传递给她 没有人能够像母亲一样的 每一天可以跟孩子们互动 每一天可以跟孩子们交流 跟他们讲为人处事的事情 当然父亲也不例外 父亲有带领家庭的责任 但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往往比父亲更深 更有深刻的印象 更深远的 尤其是孩子年纪小的时候 他们花很多的时间 跟母亲在一起 有两方面 母亲可以向他们的孩子们 传递自己的信心 首先你可以透过个别的教导 来传递信心 提摩太从小就开始 从外婆罗姨 得到圣经的教导 也从她的母亲那里 得到圣经的教导 向孩子们 传递圣经的教导 是上帝对她子民们的责任 上帝托付给她的子民 要把她的话语 教导给孩子们 所以接受圣经的教导 对孩子们来说 是一种的特权 也是敬全父母的责任 在生命纪的第六章 第六到第七节 上帝就透过摩西吩咐说 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 都要记在你的心上 你要把这些话 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或行在路上 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 都要谈论 然后他在 生命纪的第十一章 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 又重复 这个命令 在生命纪的十一章 十八节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把我这些话 放在心里 存在意念中 要细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头戴 十九节说 你们也要把这些话 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是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或是起来 都要讲论 你要把这些话 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柱上 和城门上 我要叫你们 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可以增多 像天父地的年日 那样多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就是做父母的责任 不单只是要把 圣经神的话语 教导孩子们 自己也应当先领受 上帝的话 真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 上帝也吩咐说 教养孩童走他单行的路 就是到老 他也不会偏离 许多人误解了 这一段的经文 他们以为说 这个单行的路呢 也就是说 让孩子们爱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随他去吧 反正呢 他是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 他们长大之后呢 自然而然的会 走上正路的 这是错误的解经 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要教养儿子们 孩子们 走上单行的路 这个单行的路是什么 也就是正确的路 什么是正确的路呢 正确的道路 只有一条 也就是上帝的道路 也就是生命之道 换句话说 你要按照神的话语 来教导你的孩子们 你要帮助他们 知道正路是怎么回事 他们应当走的是 荣耀上帝 讨神喜悦的正路 所以上帝设立家庭 把父母亲赐给孩子们 就是要他们在抚养儿女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将上帝的话教导孩子 并且以爱的管教 加强他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 各位亲爱的母亲们 上帝呼召你做母亲 他要你用他的话语 来训练你的儿女 你要将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 以致他们也能够信耶稣 跟你共享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的 你可以在家里面 跟他们一起的来读经 祷告 跟他们一起来背诵圣经 跟他们一起来唱一些的诗歌 跟他们一起的来看基督教的 一些的电影 然后尤其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的祷告 他们还没有步入学校之前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的 在车上祷告也好 走路的时候 带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呢 祷告也可以的 所以另外你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也在谈话当中的时候 可以彼此的分享上帝的作为啊 当你坐着 站着 或者是走路 开车 旅行 吃饭 你可以分享神的话语 你可以分享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作为啊 你另外呢 母亲可以借着日常的生活的榜样 向孩子们来传递 她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怎么样来传递你的信心呢 也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榜样来传递 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四节说 保罗说 你知道是跟随学的 提摩太不单只是从保罗的教导当中 学习福音的真理 在保罗认识提摩太之前 她的信心是受到外婆和母亲多年的熏陶而建立起来的 提摩太不仅接受了圣经的教导 而且这两位母亲 她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她们的为人处事 她们待人接物 她们当中都活出她们的信心来 所以真诚的信心是有行为来配合的 就好像雅各苏的第二章二十六节所说的 雅各苏这里就说到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所以真诚的信心必定是有行为的 这行为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雅各苏的上下文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行为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去关心 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众人的面前 在家里面 你活出基督的见证 罗议和尤尼基 在琐碎的生活上 有美好的见证 不知不觉的 它们就影响了提摩太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以生命影响生命 所以罗议和尤尼基 他们就以生命影响了提摩太 事实上 真诚的信心 不单只是在理论上传递 更是要靠着生命的 生活的见证 来传递的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 他的母亲 伊丽莎白 是个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她体弱多病 年纪轻轻呢 就染上了肺结核 在许多的症状的当中 慢性的疲劳 使她经常 躺在病床上 没有办法起身 她身体非常的软弱 可是 虽然身体软弱 但她是满有属灵生命的力量 伊丽莎白 她没有魂恶度日 她知道 自己陪伴儿子的时间不多 所以呢 她就定义 用利用有限的时间 成为约翰牛顿的老师 每一天 她就花很多的时间 教导她圣经 和改革中的神学 约翰 她是一个好学生 也很勤劳 就进步得很快 她四岁的时候 就可以把 西明斯特的 这个小礼问答 小药礼问答 几百条的药礼问答 都能够背上了 然后呢 她的母亲还教她祷告 教她唱儿童的圣诗 那么 约翰牛顿 他就回顾 他就说到 因为我是他的独子 所以呢 他人生首要的任务 和最大的满足 就是在主的教训中 教导我 养育我 基于 约翰牛顿 他聪明伶俐 对神学上的理解 非常的好 伊丽莎白 他就祷告 他希望说 上帝有一天 能够呼召 他的儿子 能够做一个传道人 并且呢 他伊丽莎白呢 也计划 把他送到 苏格兰 圣安德烈大学 在加文派的 神学院里面呢 进修 可惜的是 伊丽莎白 没有等到这一天 他的病情 每况愈下 病入膏肓 在约翰牛顿 七岁生日之前的两周 这位母亲 就过世了 伊丽莎白死的时候 才二十七岁 约翰牛顿 跟他的父亲的关系 不是很好 他的父亲 对他是非常苛刻的 所以呢 十一岁的时候 约翰牛顿就离开家 去当水手去了 十一岁的孩子 就被不好的东西影响了 后来呢 就离开了主 生活上面是 堕落不堪的 背叛上帝 犯各样的罪 和暴行 后来 他经历了上帝 奇异的恩典 成为牧师 歌曲作家 还有呢 废弃黑奴制度的 提倡者 虽然他的母亲 跟他相处只有短短的 七年不到的日子 约翰牛顿 他一生都记得 母亲祷告的榜样 他看见母亲经常跪在地上 祷告 所以当约翰牛顿在危险 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总是祷告说 我母亲的上帝 忙有怜悯的上帝 请怜悯我 在他生命和侍奉当中 上帝经常应允他的祷告 约翰牛顿 曾经这样回顾他的母亲 他说 我亲爱的母亲 虽然常常因我受苦 却总是在流泪祷告中 将我交托给神 我一点也不疑惑 直到此时此刻 我都在收割 这些祷告所接的果子 约翰牛顿会叛逆 会逃跑 会追求各样的罪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逃跑 他软弱母亲 这个伟大的祷告 他也没办法逃脱 这位伟大的上帝 他透过奇异恩典 这首著名的歌曲 就述说了自己的生命的故事 也成为我们每一个 信耶稣的人的故事 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散 经被寻回 瞎眼经得看见 就好像约翰牛顿的母亲 伊丽莎白 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不但教导孩子们认识圣经 他更是把圣经所教导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所以各位做母亲的 做姐妹们的 你要做一个有真诚信心的人 如果自己不敬畏神 如果你的生活上没有好的见证 没有金钱的榜样 就算你费尽唇舌 儿女们也听不尽你的训悔的 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她的信心是具有幸福力 她的信心是具有传递性 最后我们来看 她的信心是值得称赞的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 就说保罗说 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 这信心原是在你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 尤尼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保罗一方面称赞提摩太 有真诚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 他也表扬罗姨和尤尼基 这两位母亲的信心 有人认为说 保罗在第二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 曾经住在提摩太的家里面 他亲眼目睹这两位姐妹们 他们的生活起居的状况 他们的信心和尽全的生命 给保罗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真诚的信心 是值得称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心影响深远 弟兄姐妹们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 你能给孩子们最宝贵的财富 就是你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呢 提摩太的外婆和母亲 他们的信心是值得称赞的 因为他们的教导 使年幼的提摩太 在真理上打美好的仗 在真理上面立好了根基 他们为上帝的教会 专备了一个无愧的工人 两千年后的今天 你我还在向他们两个人 学习真诚的信心 可见他们的影响 实在是深远的 各位母亲们 请问你将会把什么东西 留给你的孩子们呢 你会把什么东西 留给你的儿孙们呢 手机吗 玩具吗 钱财吗 还是一份对上帝信靠和敬钱的 属灵遗场呢 也就是真诚的信心呢 母亲的信心是值得赞赏的 因为她的信心跟实际生活是相关的 时间会改变 时尚会变更 但是母亲真诚的信心 绝不会过时 一个信心坚定的母亲 她对上帝的信靠和敬钱 能够帮助孩子们在实际生活上面 面对自己的冲击跟困难 这是因为母亲所信靠的 她是不改变的 上帝是公义的 是慈爱的 是信实的 是怜悯的 她的能力 不会改变的 真言第31章28到31节告诉我们 这位贤德的妇人 她的儿女都起来 称赞她是有福的 她的丈夫你看也称赞她 说有才德的女子很多 但你比她更操作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自己手所做的成果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 使她受称赞 作为母亲的 没有比她的儿女们长大之后 称赞她是智慧的泉源 并且带领她们敬畏上帝 而更感到欣慰了 各位母亲 有一天 你的儿女们长大之后 会不会赞扬你真诚的信心呢 有一天 你的丈夫会不会赞扬你的美德呢 今天全世界都在庆祝母亲节 为人父母的姐妹们 要操练你对上帝的信心 要不住地祷告 要殷勤地读圣经 背诵圣经 在日常生活里面 应用神的话语 因为信心是无价之宝 而且你要把你的信心 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一个母亲真诚的信心 是具有幸福力的 是有传递性的 一个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是值得表扬 值得赞赏的 但愿你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母亲 并且让这三代的信心 这样的传递 成为你一生努力的目标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上帝 感谢你 让我们有母亲 也感谢你 让我们有福音 有你的话语 主你托付 你呼召母亲们 目的是要 把他们的孩子们 带到主你的面前 母亲是上帝爱的延伸 是上帝的手的延伸 我们感谢你 求天父你帮助 我们的母亲们 让他们 时时在你的面前 操练自己 让他们成为 敬虔爱主的母亲 让他们真诚的信心 能够有幸福力 能够传递 给他们的孩子们 以及有一天 他们的孩子们 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 赞扬 他的真诚的信心 求天父 你特别的施恩 怜悯 做母亲的 让我们能够做一位 贤得 有智慧的母亲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名求 阿们 各位基督姐妹 母亲 是上帝 爱的延伸 我们今天 纪念 母亲的爱 让我们 也一起的 来唱这首的诗歌 恩典之路 因为 母亲 也是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 有真诚信心的母亲 也是上帝 所给我们的恩典 让真诚信心的母亲们 也能够靠主的恩典 来教养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一起的